《圣经》 作词,《圣经》 讲理,《圣经》 《圣经》 录音 讲什么啊? 主题是讲什么啊? 主题是讲什么啊? 主题是讲什么? 主题是讲什么? 那我上次花了不少时间来特别和大家讲的 《圣经》有多么的… 我先讲《圣经》是多么的口号 是… 从内容上,从理解上,讲到圣经的可靠,讲到圣经的权威,讲到圣经对我们的帮助重要 这个是大前提,假如大家觉得圣经都不真实,只是神话不顺,那你不可能会很认真来读圣经 你不认为圣经跟你的生活很有关系,你不可能需要很认真来读圣经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讲究这方面,我再过去,先讲到圣拜,然后讲到圣经 我讲到圣经,大家也看,这些东西太多了,你应该听得都烦了,应该讲得前一点 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我是很想把我懂得都讲,希望能够讲得更多,大家也知道 但是有时候也必确是,大家也看过吧,很多东西可能讲得太,好像太复杂了 我太太说,应该讲得浅白一点,简单一点,不会讲那么多东西,那我在两个人之间 其实有很多,在我们的舞蹈班,在你们刚刚上的舞蹈班,我已经提过了,明讲过了 所以今天这个巴迪干的讲得更小,我们录起来对 但是呢,我太太说,他们毕竟才是刚出席,不能讲太多了 所以,anyway,我尽可能再把它讲过一些 但是这个白料,我预备好的材料,你拿回去 假如你今天还不能够完全领布,那你慢慢留着,你以后慢慢成长 我相信对你们还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东西就留着 可能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是对你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上个礼拜给你们一些讲义,我过去我给的讲义,通常都打了 我打动动,打了动动,这一次没有给你们打动 我打的动是什么意思? 让你蠢起来 我没打动,可能你都没蠢起来 可能今天没有人带过来,是吧? 记得,尽可能带过来,我问起才知道 你才能够知道我讲什么 是吧? 那可能我以后也给你打个动动,那你可以夹带坏 好吧 我这个合成,我其实从前讲过,好多年前讲过 我最近把礼拜都做,没有想到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想要能够过 那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珍惜,能够好好的学习 那,如果今天我要到夜宇堂 我常常要,要这个,要做这个,今天十分钟离拜 所以,应该是,我大概有十分钟左右 我正在一起,因为他也叫我不要上课 所以,今天这个课题要反应 我知道,同学们都招了下课,大家都很高兴 如果不用上课,就会更不高兴 下个礼拜,我有讲到,就不能上课 本来,我有讲到的,就请吴敬生网上来 但是,吴敬生他也去了法国 下个课还没有回来 所以,就没有人提,那就大家放假一天 OK,下个星期是放假一天,就知道吧 OK 好,那 我们上面讲的这个,不是一个重要 好,可以,关起来 把他拧,拧就好了,把他转螺丝这样的 转就好了,你转不行 对对对,转就会关起来 不要,反过来 可以吗 你转那个,刚刚手那个,等你转那个手扉就行了 你续开大力了 对对对对,再动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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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 那今天我要讲讲我们读 在這裏不曉得有誰是有 愛學後或是慣常了讀聖經的習慣 可能每天二十一兩天都會讀一段聖經 有沒有這個習慣 那這很好 那我希望你們有這個習慣 這個習慣是需要你去努力的 按照我們網站 因為讀聖經不在我們平常生活的內容之內 你平常不覺得是有讀聖經 那也過得很好 不讀聖經也一樣過瑞士 但是你成為基督徒了 那就有一個新的生活的改變 其中的改變 第一個就是我們來敬拜上帝 第二個重要的就是 我們開始學習讀聖經 假如一個基督徒讀聖經 和一個不讀聖經的基督徒 兩個比較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要讀聖經 能夠認識 能夠認識 整個不讀聖經 都不太認識上帝 你大概也知道 上帝造天地 他很偉大 這個大概也知道了 除了這個以外 上帝是怎樣的 跟上帝 他有什麼要求 他希望我們怎麼行事為人 他對我們人有什麼指引 有什麼的教導 你知道不知道 就不太知道 所以有很多人 敬拜上帝 跟拜歡迎 拜佛祖是同樣的心態 反正明明這個主宰 反正它存在 但是跟我沒什麼關係 有事的時候 我找他 是福士福登 三寶殿 平常不燒香 臨時報佛教 沒事的時候 沒有 有事 整天來禮拜堂 他把報 這樣跟拜佛祖一樣的模樣 有沒有 那就把我們上帝 就誤會了 都不知道他這些 你必須要 好好讀聖經 才能夠真正能夠明白上帝 而且才能夠真知道 我們人該怎麼活 假如這個信仰 對我們人生沒有正面的影響 對我們人生沒有好的指導 這個信仰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對吧 假如你真的希望這個信仰 對你的人生有影響 有幫助 有一些啟發 那你必須要花點時間來讀聖經 這也必須要 你不讀聖經 也可以過日子 當然 你可以做一個掛名的基督徒 人家問你是不是基督徒 在亞已經領受過犀利 還在華人心意會領受犀利 還有李永恬什麼事給我犀利 這個都不算 沒什麼用 如果你對聖經不認識 但是對你的幫助就很小 所以呢 你要真需要花時間 我上一堂課 用很多時間來 一二再說這個聖經的可道 聖經的重要 就是希望我們的心 要讀聖經 要讀聖經 假如你自己沒有自發的心來讀聖經 別逼你沒有用 我也不能逼你不要 今天要你背什麼 你背不出來要發戰 沒有用的 你必須要知道這個人生很多妙 這個 這個 這個國家 美國之所以那麼吸引人 就是他有些特別的文化 對吧 這個美國當然也要很弱點 大家就知道了 他不是完美的 但是他一些吸引人的地方 都跟這個基督徒的信仰 是稀稀相關的 所以這個基督徒的信仰 這麼寶貝的東西 我們沒有去了解 只是去 去 形成了表面的 美國表面的就是繁榮 中國現在很繁榮 你到上海 到北京啊 到深圳看看 那繁榮都不得了 往往很多地方 比這裡還繁榮 這裡還繁榮 這裡還繁榮 有沒有人到上海 去到上海 上海比 繁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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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要追求繁榮了 回火地去嘛 河邊繁榮 是吧 這裡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 是跟信仰很有關 因為他講到 對人的價值的重視 對自由、平等的追求 對人性、品格的提升 這跟信仰很有關係 對吧 這和國家入場 雖然現在美國國債一大堆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很富家 這個情況不及了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宅權人 他們買了很多美國的國債 雖然如此 平均來說 美國人還是很富 你說這個情況不行嗎 為什麼這樣 我給你準備說了 這個國家入場 這麼多年來 搞很多虔誠的 基督教的精神已經深入民間 大家相信 我們人是善為所造 所以大家自重自來 大家相信我們要對善為所造 所以大家工作應應請請 大家相信 是善為掌管 這個天地 是美善的善為 所以大家做事情很樂觀 很善情 種種的因素 都跟他的信仰關係 因此 每一個老百姓 大部分老百姓 都是很誠實的生活 很殷勤的工作 很認真負責任 這個國家會不會強 肯定會強 假如這個國家的老百姓 都很聰明 會走小路 會做表面 會裝甲 這個國家會怎麼樣 前途怎麼樣 肯定很糟糕 雖然很聰明 我們中國人聰明 不聰明 很聰明 裝甲 就裝在這裏 裝在這裏 裝在這裏 真的一樣 有人說有話 在中國什麼都會假的 只有騙著 神 那就很糟糕 儘管很多名 沒有用 早晚會掉下來 所以 我做的這一大堆孩子說 好不聰明 我不能逼你 我提醒你 我教導你 那這邊有一些書 因為神經病是幾千年前的書 不聰明 你需要理解他的背景 理解他的文化 所以 有些書 這本書是我寫的 當信主的朋友來設計的 那你教導書要買 你過來寫 這個錢會給我的 給教會的 今天是付你錢 有你是喜歡 這個是 我這邊有個解釋 這次沒什麼特別解釋 但你可以用 就英語 這個中文 有電影免費的 鼓勵大家 好 那回來 不會正經要存一個什麼的心態 打開神經牌 怎麼能從什麼心態來 那你存什麼心態來做呢 這會 這會決定你的一種的學習和領受 比如說 有人是非常懷疑 敵對的態度 來服侍你 那些心根本就不可靠 因為神經都是活著八道 一打開 哦 取脫上帝創造天地 這個就不可靠了 這個就是神話的故事 假如你是存全的心態來讀 你從頭到尾就讀進去 讀兩頁就把他關起來 對吧 我想你們還沒有信耶穌以前 可能你也打過神經 打開頭頁 嗯 怎麼可以信這個 這個怎麼可以當作他的這個 人生的指導 你就看不下去 因為你的愛度 這有問題 對不對 因為英太要對 那 該傳統的英太五聖經呢 第一個是 敬愛上帝的心 神經為什麼會留下來 上帝為什麼給我們有的神經 為什麼上帝把神經留下來 我們相信 神經是上帝給我們來歧視 對吧 為什麼上帝要歧視他的神經 不要回事 因為他有一天很無聊 沒試幹 就些些東西給你看 對不對 神經為什麼把他的 要留一些話語來給我們 就是他希望我們能夠活得更好 因為他愛我們 是吧 是上帝愛我們 所以他把這個神經給我們 所以我們應該也要愛他 就是要愛主的心來 你就知道這個神經裡面 每一句話都出了上帝的愛心的 這個表達和流露 上帝告訴你這些話 因為他愛我們 我們必須從這樣的心 來認識上帝 知道上帝是一個其他的神 然後你從上帝 直接說 你不能這個 不能那個 往往就覺得 這個上帝很嚴厲 很瘋喔 這好像很無情喔 不是的 你覺得上帝是愛我們 你打開這個 這樣教導 這樣提醒 希望愛我們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的吸收就不一樣 記得了 每一次打開神經 你先知道 是上帝愛的這個叮鈴 愛的這個教導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的吸收就不一樣 OK 上帝給我們的 這個好像 一封家書 大家知道 我們每個月會寫一封家書 給聽見 你們有 看到沒有 應該在電郵上 我們會送給你 假如沒有 我們在上面的桌子上 都有影印板出來 大家可以來 你們沒看到 你們看是不是 人家書 有 有人看過 OK 如果你們沒有 你希望我們能夠 電子板送給你 就上面可以有一個 把桌子上有一個板 之後 你把電郵油紙寫上去 我們辦公室就會 寫給你 OK 你們看中文 滿臉之間 還看 這種 完了 欄 我每個月寫一下書給你們前輩 有人看過 看過 你們沒有電郵 下個月寫一下 你等一下就把你的電郵 volumes share 在桌子上便有 你看一些 家书是有什么感受啊? 有什么感受?不知道 大家很可惜 那OK 换电话 为什么我说这个家书 空文 空文跟家书是不一样的 我开始以为 我开始以为是你写给家里的人的 我是写给家里的 这个大家的 后面我才知道是写给我们的 写给你们的 我看了几次以后才明白 才明白 应该先做宣告 先在前面证明一下 先给我们这个大家的评论 为什么家书就比较清晰 家里的人的话 你们这个学生大概都没有这种的体会 我是1976年到美国来读书 在美国收睹 那时候啊没有那么多方便的电话呀电邮啊什么微信啊没有什么 其一封信要一个多两个礼拜从香港寄到美国来一个多两个礼拜 然后一来一回差不多一个月 所以要打长途电话是很隆重的事情 不能够随便拿起电话都打 要到我们香港叫做远东电报局 在那边去在电报局里面登记那边打电话 在国内更难 比如信里面打电话 打长途电话到美国 可能公安还跟着你 看你讲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很隆重 所以收到家里来替你给我的信 哦 很宝贵 爸爸给的信 其实爸爸写的写来写的 都那几句你吃饭要注意哦 穿衣服要穿够哦 讲来讲去就那几句话 哦 宝贵啊 是不是这样 你们现在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去品尝这种感觉 这个是非常美好 就是这种温情 还有家里人的幸福 战火年三月家书抵患经 对不起说吗 这个家书抵患经 拿到家书是家里给你的这种感性的交流 却很宝贵的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圣经 就是上帝我们的家书 你存着的心来读圣经 你感觉这不一样 OK 那另外我们应该持这个渴慕的心来追求真理 我刚刚讲了很多这个 在这个美国文化 不单的加上欧美的文化 都是这样 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都在学书里面 很多是教导我们过来处事的 这个方向的提醒 记得人是需要被人提醒 我们的社会品德才会提高的 为什么读书呢 读书就是让老师来帮助你 启发你 让你的脑筋能够转得更好 让你能够提升 对不对 只要你是从来都不接受一些新的观念 你还照样活着的 你不会死掉 让你活的层次非常低 你自己还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哎呦活着觉得我还可以 那假如你能够慢慢被启发 你提升啊 你回头看就知道 哦我跟从前不一样 你希望不希望其实也有进步啊 希望不希望 你进步不是坐在那边呆坐 很多人都进步不行啊 又有人敲打你 有些好的东西启发你 我还有 只要你在那边呆坐 你是受很多不好的文化影响 你会越来越低沉的 打开手机啊 打开电脑 要很多一些垃圾在那边 有没有发觉是这样的 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很多不应该看的东西都在里面 而特别的东西最吸引人 你假如没有要好的东西来提升 你往往都被那东西拉到你往下沉 有没有理解这个事情啊 那我们今后相信 这一切和戒人陷下的背后 有魔鬼 有黑暗的势力 在有一无一当中 他把你往下拉 你知道 有没有好的这种的 这种的启发 帮助你们能够去抗衡 帮助你们能够去抵消 这种黑暗的势力 帮助你提升 你肯定要得有低沉 你发觉吗 所以呢 我鼓励我们的 你们准备真实要 存一个 经来上的心来读圣经 也是存一个可目 真理的这个心来读圣经 我里面有一些 这些圣经话语 底下那边 我这边不详细来读 那另外一边 也是存一个天背的心 一个受到的心 对亚光上面的指引 读圣经是每一天都求上来指引我的路 我们人很容易会迷失 很容易会迷茫 对吧 我们这边需要上帝 常常来提醒我们 追应我们 那我对圣经 我不能说我很熟 但是也读了很多 那到今天我还是每天要读 每天早上起来 我喝一杯水 我告诉大家 我的生活习惯了 然后起床 缩洗完毕 我就喝一大杯水 然后就去开始读圣经 然后每天我读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全灵读经的小组 那一年把圣经读一遍 比如说你每天大概读 三十张十五张这样的 看长段 大概是按照这个进度来读 那里面就看到一些 有些感受 就写一写写 那里面就写一些笔记啊 然后有时候长一点 有时候短一点 大概十多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大概是这样 看看圣经 我开始吃早餐 然后换衣服就上班 通常是一次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 你把学天捧出来 习惯了 早上起来 先安静 比如神经 导导 刚刚上面 还给我今天什么启发啊 什么教导啊 那 可能没有很大的X 在一本里就说 今天好像大有感受 不见得 那个 半生经有时候 就是像你吃饭一样 吃饭 每一顿都吃得非常多 但是你还是每天这样吃 对吧 每天自己身体太好 我一定要每天都吃得非常兴奋 那可能胃痛 这个也不对了 每天这样就很 按学后 按微距 也就换场来学 你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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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这个需要训练 大家知道 我这个班 是另外一个 叫灵命成长的 参考练 参考练的课程 参考练的意思是什么 要去练了 要做了 只要你只是礼拜天 来听我讲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自己不练 这是学了不练 什么叫做 我太太是教钢琴的 学生来 先她不教 不要问我 要不要讲我的孩子 你不教不练 OK 她教这个孩子 我太太也是很不错的 钢琴好识 她很细心 但不管她怎么教 然后学生回去不练 有没有用 没有 你们有没有学过钢琴 一年两天不练 你可能 别人听不出来 你自己应该就知道 不可以 一个礼拜不练 大家都知道 有问题 所以必须要 常常要练 你才能处断 OK 要 要从前辈的心去仰望 然后呢 跟着要存政府的心 存政府的心去领受教导 存政府的心去领受教导 看神经 要有政府的心 假如你不愿意顺从 圣经对你有没有帮助 因为圣经要教导 你怎么做事呢 看了以后 我们走 尝试 这样呢 才能够 帮助我们 在生活当中 顺着没有改变 对吧 这是重要的 所以你打开圣经 必须要成一个 顺服的心 来领受这个教导 还有呢 就是存浩恋的心 来培养我们灵命 存浩恋的心 那 这边我讲的 第五个是存浩恋的心 刚刚我提到 就好像你运动一样 好像你是一般的训练一样 你们有没有固定的运动啊 有没有做固定的运动 做什么运动啊 打球健身 打球 打篮球也打网球啊 打篮球 打篮球 打篮球也很好 打篮球 打篮球 我们这个也有篮球 有没有钱 啊 打篮球 我喜欢走 Diamondhead 不是怕走 走三路啊 contro Diamondhead 我住在jechic 马上靠近 Diamondhead 靠近钻石 impossible 我從家裡學習慣都得到 一般從待明天的 parking lot 走到頂上再回來 不到一個小時 也很好,就這樣走一走 當著我的運動 我是應該去多一點,但現在蠻多 因為應該要回趕 基本上我最少一個禮拜一次 最少一個禮拜一次 最好有三次、四次 這是我的目標 但是我有時候做到的時候做不到 因為早上要起來早一點 有時候晚上時間沒掌控好 睡得太晚了就不行 這個都是需要練習 而是好好練才能有功效的 我看了整天的 給我Warning說明這個 越來越偉大了 所以要多走幾個Diamond Head 這是運動不夠 你必須要認真運動 然後呢 才能夠得到果效 對吧 所以你無聖經也是這樣 要存一個最好點的心 要去好好地訓練自己 這個是要注意 我剛剛提到的心態 存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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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然後存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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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它说重点在于上帝 上帝的重点在于基督 基督的重点在于上帝的爱和恩典 再重复一遍 读经的重点在默想 读圣经要花时间想一想 不当安嗣何以阿贝 直接过一遍 还是能ег sans想一遍 你想了 developed a重点 当然你想要是当地 拿读圣经想一个上帝 上帝对我做了什么教会 上帝在这个表现的意思是什么 讲到上帝 重点讲基督上帝好像很遥远 好像是很愉弧 好像讲不到 你就想到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上帝道成肉身 他是一个可见的立行的人 所以这个重点在于耶稣基督 当你想到耶稣基督要重点在于耶稣基督 想到祂的爱 想到祂的恩典 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我们独圣经的时候想到上帝 在上帝的时候想到基督 想到基督是想到祂的恩典 想到祂对我们的喜爱 那你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 那么当我们要独圣经的时候 我们 我们要求上帝来指引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这里 所以在独圣经的时候 很重要我们先祷告 我通常独圣经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求上帝帮助 能够经历了一些的误会 这个也是重要的 让你祷告的时候心的安静 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繁忙的时代 越来越忙 现在电脑越来越快 是不是 电脑越来越快 你必须要按那就可以会反应 梁 foss砸 秸 还是不动 这么做 传门 我们整天都很赶走 虽然 科技很发达 很方便 但是我们人又被科技逼着我们走 我到香港,我常常有这个感触 大飞机到香港,大家都很安定在那里 飞机降落在飞机场 等到飞机坪到桥头 停下来,灯一烂,灯! 可能一个风封,就风到前面 其实还要等一阵,人家才能够出去,让他们的请位 其实,不是还要一分钟 你就只要在你自己位置上站在那边 而且你先坐一会,等到他们打开,然后大家还住 还有一段时间,一辆能够可以,只要灯一辆就可以 大家把安全带拿掉,就冲了 你不想要留意这个情况吗? 香港,现在中国道理也是这样,地铁也很棒 工铁,地铁,还有什么折运 你现在要留意这个地方,最快的这里 最快的这里 反正,现在交流工具要越快 我就发觉会在地铁上,一下地铁,一出来 一出来,大家都跑到 本来一定很快,还给你省很多时间 你还要继续要跑 所以你要发觉我们人是活在一个非常繁忙的时代 越来越迷 忙啊,就会乱 要不要发觉 忙乱,忙很容易就乱 很不容易安静 你安静下来,静 我要你安静,在那边想一想东西 你发觉你静不下来想不到东西才跟它乱走 你安静都很恐怖的样子 我们不习惯安静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啊 先扫个安静,报告 圣经告诉我们说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能够重新得力 你要平静安稳才能够重新得力 你静才能够有能力 我这边书里面有一篇头写安静的静 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在后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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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篇 写到 对这个安静的这种的体会 大家可以看看 我希望 对你有帮助 在大学里面 我们中卫的 有一本古老的书叫做大学 大学 大学道在明明的 在清明在自己的自善 知识以为定 定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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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传统,前辈留下宝贝的教训 安静祷告,这个很重要 先求上帝的职业 然后用一些辅导的材料 你自己读书,读这个神经很不容易 你必须有些材料来帮助你 我刚刚提到的 另外,一步一步来 一开始的时候,你要选一些材料 我这个律师经过自己选 能够放钱,能够放后 你一步一步一步来 你打开,一下就看《创世纪》 已经闭起来门卡 你看新的圣经,一看就马太夫一 马太夫一开始就说 谁生谁,谁生谁,谁是谁的儿子 你一看也是就很烦 所以,你看新的圣经需要有些安排 你才能够慢慢能够进去 所以按着词续 另外呢,有看这个圣经 不像我这样,看三章五章 这个太多了 你可能看半章,十节,十五节 慢慢读,反复来读 这个律师经文读了 反复来思考,这十节八节 你去反复来读 来体系来传播这个经文的意思 想一想它跟我们的关系 跟你今天的生活的关系 跟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教导 你能够想一想,然后去考虑 然后呢,可以把你的心得把它切下来 这也是做法读书啊,做法语,切一下 你读了,要写一些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 OK 那我今天是说 你全部时间里大概二十分钟啊 或者半个小时应该就可以了 以后就有兴趣可以慢慢增加 那你可以把时间同在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这个应该可以去大家调整一下 那我这边就写了一个七步灯天谱 七步灯天,不是一步灯天 为什么说一步?就是要慢慢来 不能一步灯天 没有一步灯天的节省 没有小路 就是安顾就不安静 我这边七步就是戏目 歌、倒、读、响、路、行 我这边讲安静 然后再安静,然后再安静诗歌 藏着两首续歌帮助你的心静安静 然后导或者祷告 然后读圣经 读圣经,然后想一想 有心静想什么? 路就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又去实行 然后去做 敬歌、倒、读、响、路、行 我这边就写了 记得吗? 敬歌、倒、读、响、路、行 安静,藏着歌,然后祷告 然后读圣经 然后去思考 然后去提下来 然后去实行 那这个是对你有帮助 那你们上个礼拜没有来的 那我给你这个奖金就可以了 不过我上一句的就是填充 但是也红白的 我以后可能不用这个填充 我本来想要给你们填充 听的时候精神集中一点 因为你们可以写 但我后来发现也是很困难 我也要想要再改变什么方法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总是觉得路师太满意 希望我们能够 以后有更好的方法 OK 那我想 本来我今天还没有讲 今天应该是讲祷告的 不过我看来今天还是 没有时间讲祷告 我下一次再来讲祷告 那 我先提到这边 以下是 以下讲到 零修读经跟严经的议统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看看 就好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过去 大概也都打开过圣经吧 你们打开圣经 可能你没有固定的这样 但是你打开圣经 你有什么感想没有 或是有什么困难没有 或是有什么困难没有 或者讲到你的一些感受 可能有什么难处 我可以跟你讲回答 你会查 你会查 查不打 不会查 怎么打开 不会打 OK 好 首先你要学习 来背 或是读目录 大家知道 新约圣经 需要那几本 就要知道 人家一想 大概是新约 需要花点时间来想一想 用目录 你要记得一下 OK 反正你会找 你就按照目录 来查就行 马太夫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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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节开始 就可以查就行了 对吧 就可以了 好 那个 我以为你刚刚有什么问题吗 有些字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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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识 有些识 不明白 他讲一首 这个是可以理解 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些识 来帮助你 在这个 我这个书里面 我认为是你们大概不懂的 我就稍微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你看了这个 再看了一些 应该就是没有问题 OK 有一些词 的确是 因为是几千年前 你打开 你们有读过 大学问你孟子 那些读过吗 有论你中文 那些读过 你们读过 读过 有读过 有读过 他看你做这样的读过 有时候你不知道他讲什么的 有很多词 很多词 文言文言 对吧 不太容易懂事 有人教你 这个资本 什么意思啊 简直说 圣经 跟大学论语那些 摩西五经 这个更早 摩西五经 这个更早 摩西五经 三千五百年以前 那 这个 孟子 是九千五百年 所以 离开现在二千五百年 所以这个神经 佛老是一个 比我们的中文的古术 还早一千 还早一千 你说你读起来 你假如没有人教你 你是很难的 你假如这样自己打开 不懂 这也可以理解 假如你能够懂得很好 现在的翻译都翻译都很不错 有一些 你站在看语 可能还懂一点 但是你需要有人帮助你 我问一个 就是 为什么圣经要有旧约 有新约 OK好 哪个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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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出生以前 那个时代这个修约 耶稣出生以后 这个新约 就是上帝跟人立约 那个约就是上帝跟人立约 那个约的内容曲度一样 对上帝说我要做你的上帝 我希望做我的子民 旧约就是摩西 其实亚伯拉罕 也就是说 反正耶稣以前的上帝跟人所立约 这叫旧约 旧约就是讲 旧约跟新约是讲一个时间 同样也讲了一个约的内容 但其实那个约的内容 基本上都一样 都一样 这个旧约就是上帝透过一些法规 一些律法跟人的约 新约就是透过耶稣自己所长旧的恩典 所以透过耶稣 他来给我们立约 新约就约就是耶稣的主夫生 来做一个分界限 OK 很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 但也是很关键的问题 还有没有什么呢 很好 你问了我才知道 你不知道 才可以我给你回答 对吧 再上一次吧 我就是 我现在跟的是姐妹小组 就是我查了一段经 那段经 其实要是根据咱平常的认识吧 就是一些字面的很简单的关系 哎呦 又是比如说狗啊 或者什么呢 我们要认为的话 没有去解读的话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是那个 那天师母给我不解释 意思很深層 可能要是我们这样单纯去看 真是不能理解 就是要是跟着哪个小组 或者怎样去查经 可以让人认识这段故事 对对对 所以 你自己读圣经也很重要 你要读圣经 平常吃饭 但是也需要有人带你 教教你 我觉得我编的这个书 其实也是 从某个角落在教你 然后里面就跟你说 怎么怎么了解这个圣经 对吧 所以 不需要有人教 为什么要读 整个学 要练圣经 就是你要去 带你人家 你要去读大哥 读书 你要最好去研究自己 去花时间 不是说我很热心 我就这样 这很危险 就乱讲不行了 所以这个需要去学 需要认证 要下功夫的 刚刚不跟你说了吗 今天我看了很多遍 我今天还是期许要录圣经 这是一辈子的功夫 OK 大家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先生 你看我们就是有先初学 现在就是这个神学观 我没有可能是参加的 哪能理解调 神学 你们现在还不适合 现在进神学 因为你们这个根底还钱 不适合 现在过短时间 对 你现在要在教会生活里面 有一些体会 一般人就在内神学 准备要做传道人 那我现在问他 你有没有教过主流学 如果你在教会主流学 没教过 你怎么能够进神学院 就是你去 有没有去跟人家传过呼应 有什么反应 有没有跟人家传过呼应 你说我准备做传道人 这样的照片 所以这个都需要一段经历 因为我问你 你要带个查经班 带个查经校族 有没有带过 你要教圣经 这个就不行了 所以都要一步一步来 对吧 有这个音很好 但是要准备自己 不是一步登天 一步登天 一步一步来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今天讲到你们都没办法 我都常常检讨自己 甚至能够讲到大家的经历 因为讲到你们都没有办法 第一次我是怀强 清楚了 知道了 这经历以后 你们回去要读神经 要不要读啊 要回去读了 你知道很经历以后 回去也不读 但是等于不清 我讲到你们就说 政策很好 很重要 我会去读神经 那这个我家才算成功 对吧 我知道这个不容易了 因为这不是你们的习惯 所以我老是鼓励你们 没有罚你们 我就说 没有读神经 起来 要论罪 这些合作合作 不要 要鼓励你们 那你必须要 这次自己要 这个事发的心 你才能够帮助 OK 好 假如你们要买这个数据 我还请他 对吧 你不要用这个也行 这个数据 我在这个 这个课程表里 要大家去看这个书 我上次给你们印了 但是这个都不合法 不能印 我们可以借给你们 借数会这边登记 OK 你说我没空 我真的不想看出 我不喜欢古书 那有办法 我也不勉强 好 这几分 你看看你很白了 不知道怎么填 你说我平然还不知道 那你就回来 我来给你 我的原稿给你填 OK 你说记得 你的鲜亮皮也很好 我可能应该要改这个床 大概是铁铁铁铁铁铁 还有没有问题 这是说 这个 这个 二十五道开始 那是 现在我们 可以先讲 那一个班 我们可能要跟他们合并一起 看看 那一天会讲个个人不老 那一天会上一个 这个礼拜天 这是这里 每个礼拜天 我们 七二 七月 那就是 七月 三号 我们跟他合幻 你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 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 你刚才讲什么 神学课 上不了 上不了 这个你可以去听一听 反正就是说 我刚才就这样讲 你准备练神学 是要准备做传道理 这还早 但你想要就听听课 当然这个就可以听了 不过 看你的程度吸收多少 你可以听听 你能不能写出来 没有他就能写出来吗 他就没有要求 他就跟神学院教授不一样 他知道这个程度是不行的 他不要求你写到什么程度 你学到什么新音乐 谁解都很好 可以的 你三个五个人是可以 我刚才就说 你到神学院去 准备做传道理 这个还不可能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念这个 我们能够邀请人来这里 假如当一 一半六个人都不可以 那是这样 OK 那我们就到这里 今天还有什么问题 早点帮学人们去饮茶 什么的 就在那边去吃点心去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 就我们见